香港的車位供應不足 加上養車成本貴 日本地的租車公司品牌積極引入科技解決相關問題 2019年成立的黃豐租車 主打車兩先租後買的業務 也是本地首個提供租車連車位服務的平台 和坊間傳統租車公司不同 公司著力推動共享經濟和環保的概念 在傳統上 通常我們都是要自己擁有一部車 然後才能滿足出行的需求 但這個模式會有兩個問題出現 第一個就是資源會限制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會用的時候 其實車駕了出去 我的停車位就會限制 如果當我跑回車去我的停車位 其實車也會限制 另一個問題就是 當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車 在路上騰走的時候 路面就會有太多的車 就會造成交通制裁 所以黃豐租車 我們Ghostwap這個品牌 就希望有一個汽車共享的平台 可以給不同的用家 或者多名的用家 去用我們的資源 包括車和停車場 去減低道路的使用 或者減低對停車場的需求 公司亦都看準市場需求 積極引入科技元素 報求令到用戶足不出戶 都可以成功租車 而車輛選擇方面 都比一般的租車公司 提供更多相對節能的選擇 而透過我們的Ghostwap手機應用程式 去租車 其實整個流程都沒有牽涉到任何的紙張 這個都可以在環保方面 會有一個好的舉動 至於我們的車隊方面 其實我們採用的都是一些 新能源的車款 包括了運能車和純電的車款 希望我們的用戶在租車的時候 除了可以節省油費開支之外 另一方面都可以為環保節能出一份力 不過對於普羅大眾而言 利用手機應用程式租車 都是十分暫身的概念 所以公司都要花不少功夫 去讓市民認識相關程序 因為其實很多人對於租車這件事 都還是停留在以前傳統那種模式 可能會當免交收、簽收合約和文件那些 但當這模式轉了做 所有東西都是在網路完成的時候 就會對於他們來說是一樣比較新 還有可能未必是有很大認知的東西 所以他們都會需要多些時間去認識和了解這件事 至於怎樣去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都是我們透過在網路和外線做多些教育 去令到多些人去認識有這新的東西 還有在我們APP的UI方面來說 其實我們都保持著去更新不同的介面 令到所有東西再清晰和簡單易用多些 那就可以等不同年齡層的客戶 可以用起我們的APP上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輕鬆 現在和科技相關的片案越來越多 那公司又會怎樣確保用戶的安全? 如果在技術層面上來說 這個就是我們IT Team那邊 會去負責去控制那個APP的安全系統上面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來說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是透過我們自己的APP和系統去處理 一些比較敏感的客戶的個人資料 那其實客人是可以直接去上載 例如可能身份證或者可能住址證明 或者可能是車牌這些資料 去訪問我們APP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牽涉到 用到可能其他第三方的通訊軟件 例如是Whatsapp或者其他 某程度上是降低了他的個人資料 給別人盜用的可能性 雖然經歷疫情 但是公司的營業額錄得穩定增長 今年至今比去年同期營業額 增加大約1.2倍 而公司亦都部署去拓展業務 我們現時計劃 下年上半年 我們將會有超過100個新的停車位 在三個不同的地區 在九龍東、九龍西 和新界西來會投入服務 第三個我們還有一個主要的項目 就是我們會推出 Keyless的租車模式 這個模式就是讓我們客人 可以用我們GoSwap的APP 就可以完全是無接觸地 租車、拿車、還車 甚至乎是24小時 他可以任何時間 在我們的停車場裏 去拿車、還車 是衝破這個時間 和地域的界限 今集先看到這裡 我們未來會報導更多品牌故事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